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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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您若是乏了 不如出去透透气 走 参见太子殿下 你怎么来了 贺兰得知 殿下这几日心烦气躁 他炖了红豆陈皮汤 给殿下去火戒燥 你倒是很关心本太子 殿下的一举一动 贺兰都谨记在心 只求殿下 好了 好了 贪君放在桌子上吧 我还有事 殿下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还要向你禀报吗 我去哪儿 这只笛子 时间太久了 是时候换一只了 公主为何谈气 太子私自将乌尔滚世子 赶回蒙古 一切皆因我而己 若皇阿玛回朝 定然不会放过他 此事都怪我 如果当时我能及时 劝阻太子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你切莫自责 太子的秉性我最清楚 你是改变不了他的决定的 公主切莫担忧 若皇上怪罪下来 微臣一定一力承担 你这样做不仅于事无补 更会引火烧身 那我 静观其变 我们就像湖中的鱼 看似复归精致 却永远游不出这户 不 只要你愿意 就算与天下为敌 耕尧也在所不辞 傻瓜 你们年加上上下下 还指望你来光耀门眉 名扬天下 你怎么能因为我 辜负大清的栽培和期待 若这家没有你 家不是家 年耕尧 你身为朝廷重臣 你说这话是何意 公主 早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下定了决心 为了你 我宁可负了全天下 也不要负了你 可你知不知道 做我的夫君 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我不怕别人怎么看我 我也不怕承受多大压力 我荣宪公主的婚姻大事 绝不是儿戏 更不是儿女情长 是不是我现在不够 现在的我还是配不上你 是啊 我的出身不好 不如那世子乌尔棍 你是大清的公主 你我要君臣有别 年耕尧 我不许你再说这样的话了 我这么多年的努力 都是为了有一天 耽误迎娶你的嗜好 没有人再说我年耕尧 配不上你 任何女子 若是嫁了你这样的夫君 不知道有多开心 可是命运偏偏让你我相遇 是我血液里所谓的高贵 强行剥夺了你的自尊心 我知道 你一直在拼命努力地奔跑 疲惫不堪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不 不是 我的这一切都是你带给我的 是你让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是你让我更加热爱这里 是你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 想要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大清 这一切都是你带给我的 这一切都是你带给我的 我还要继续努力 我要告诉全天下的人 我年耕尧 就是那个可以给你幸福的人 我会让你受到半点委屈 相手 少爷 太子殿下邀您前去舰廷 切索武艺 那 那我 你去吧 太子现在需要你 好 公主 微臣告退 好一副狼情惬意的画面呀 皇妹 皇姐 乌尔滚已回蒙古 你跟年更衙之间 也没有了什么绊脚石 你是不是就要跟皇阿嬷去请旨 为你们两个赐婚了呀 皇妹 我知道你喜欢年更衙 但是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希望你能理解 你说来说去 还不都是只为了自己的自私在狡辩 我只是不想对更衙不公平 公平 那对我就公平了吗 皇妹你不要义气用事 年更衙选择谁是她的自由 感情的事情本来就不是你我能够左右的 你既然喜欢她 就应该尊重她不是吗 为什么她喜欢的人是你 不是我 皇妹 我恨你 我恨你们 姐姐 你把年更衙还给我 你把年更衙还给我 婚姓你别闹了 你把年更衙还给我 婚姓公主 婚姓公主 婚姓公主你冷静 对不起 那天 宫姓公主 公主 对不起 宫妹 婚姓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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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公主降罪 冤淑 eram 你们人家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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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我 我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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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您怎么回来了 我不能回来吗 慎行司的公公说 您伤了温县公主 正要抓您呢 怎么办 快走 走 你们干什么 快走 快走 干什么呀你们 得罪了德妃娘娘 年书园这回有的苦头吃了 行了 额娘已命人 将年书园关系慎行司 关系慎行司有什么用 而是让她的脸上也留意的吧 额娘 你一定要替儿臣做主啊 好好好 额娘医你 来 把这药给喝了 这女孩子家 脸上可不能留下疤痕 来 来 参见德妃娘娘 太子火急火燎地来见本宫 不只是给本宫请安吧 听说德妃娘娘已将年书园 关进慎行司 你不认识吗 太子火急火燎地来见本宫 不只是给本宫请安吧 听说德妃娘娘已将年书园 关进慎行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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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太子哥哥你噻口喷人 你自己脚下不稳 才会摔伤的 你 你就是偏心年书园 温献 坐下 可温献脸上的伤 太医说有可能留下疤痕 既然德妃娘娘心意已决 儿臣先行告退 太子竟然如此徇私失礼 公主 年庚瑶求见 她来做什么 让她进来 是 罪臣年庚瑶见过文献公主 你来做什么 罪臣得知公主受伤 退走宫外寻得良药 献给公主 原来你也会关心我呀 你快起来呀 罪臣希望公主放过我妹妹年书园 我就知道 你怎么会关心我 想让我放了年书园 没门 没门 罪臣告退 你们怎么可以私自动心啊 我要见德妃娘娘 咱家正是受德妃娘娘之命 小主得罪呢 这 用刑 住手 你们干什么 太子殿下 不想活了 打死 打死 仗势欺人的拱奴才 仗势欺人的拱奴才 参见太子 我叫小姐怎么了 愣着干吗 找太医呀 是 这些大胆的奴子 竟敢把他伤得如此重 太医呢 欺骗太子 太医来了 参见太子 怎么样了 小主没有大碍 不过是痛晕了过去 让微臣为小主开几副药 病就好了 快去吧 喳 鱼儿已经上钩 就看钓鱼的人能耐如何 就算这一次 不能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但是 在以后的道路上 也铺满了荆棘 若是再想要顺风顺水 那就难上加难了 没错 额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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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把年事也给救走了 快 皇妹 你每天这样大喊大叫 成何体统啊 可是 那皇妹的事情就算了吗 皇妹 你的事情 似乎有皇阿玛为你做主的 而且她过两天就回来了 所以这段时间 你最好还是安分定 可是我 文献 启奏皇上 乌尔滚世子与淑惠公主 于七日前离京 返回蒙古 和亲一事还未定论 他们为何走得如此匆忙啊 这 这 什么这 别吞吞吐吐吐的 是 皇上 是 乌尔滚世子 与淑惠公主的离开 与太子有关 莫不是太子 又惹出什么乱子来了 皇上 太子三番两次地细刷乌尔滚 乌尔滚才一气之下 带着淑惠公主连夜离开 返回蒙古 朕知道了 退朝 为臣恭送皇上 年书员 将公主的脸伤成这样 就这么算了吗 我当然不想这么算了 我还想让年羹瑶 多求我几次呢 那样的话 我就可以让年羹瑶为我负责 公主 何不将此事禀报给皇上 这可万万不可 年书员毕竟是年羹瑶的妹妹 若是皇阿玛知道了 定不会轻饶她的 这样的话 年羹瑶可能就再也不会理我了 温献 儿臣给华阿玛请安 婢女参见皇上 平身吧 谢皇上 干吗避着朕啊 没有啊 把脸转过来 来 怎么回事这吃 没事 什么没事 好端端的 脸上有道疤 怎么会没事呢 就是 这是我不小心摔的 真的吗 直直呜呜的 必有隐情 可来你说 温献公主这样 权益年书员 年书员 接着说 年书员 将温献公主摔伤 德妃娘娘将年书员 关进慎行司 可那年书员 竟然勾引太子 将自己救出 德妃娘娘 也是实在拿太子没辙 不得 温献公主 因无人为自己做主 而变得郁郁寡欢 郁郁寡欢什么呀 朕为你做主 你说 这年书员 是有意的 还是无意的 你不愿意说 朕也不问了 梁九公 奴才在 发年书员 清扫栽工 一个月 喳 来 皇阿玛一定知道了 我将乌尔滚气走之事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太子饶命 太子饶命 我去找皇祖母 太子爷 太子爷 不好了不好了 皇上 皇上来了 儿臣叩见皇阿玛 叩见皇上 朕叫你监国 替朕料理正事 你可真行吧 朕之前教导你的话 你是不是都给忘了 身为太子 做事情之前 要审时夺势 审时夺势 你看看你自己做的好事 是 抬起头来 有什么想说的 话吗 是乌尔滚欺负年庚姚在先 儿臣看不惯 才去教训她一下 没想到她 既然带着淑慧公主 连夜返回蒙古 我认为她是 对我们大清的侮辱 什么侮辱 你倒是会恶人先告状啊 你三番五次地 戏耍乌尔滚怎么说 未经允许强闯士行司 劫走犯人 这又怎么说 难不成 这也是因为吾尔滚啊 你呀 你要永远记住 你是太子 做事情怎么能够 如此草率 皇上 太子爷这么做 也是为了荣献公主 和年大将军 奴才斗蛋 求皇上饶了太子这一回 你 身为太子的贴身 太子犯错没有及时修正 仗则四十 皇上 四十责任在我 请不要殃及旁人 不要殃及旁人 就不要做愚蠢的事情 带走 求皇上饶了太子这一回 奴才求皇上饶了太子这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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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起头来 看着朕 他可是带你受罚 你永远要记住这次教训 给朕在宫里好好地反省 儿臣谨遵和阿玛训言 给朕先跪上半个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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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使劲啊 八 九 十 再使劲 住手 参见太子殿下 你们几个把他放了 太子殿下 请不要为难奴才 奴才也是封了皇上的旨意 要对小林公公仗则四十 皇阿玛明明说仗则十四 你们怎么会仗则四十呢 奴才明明听见是四十啊 四十是四十 十四是十四 你们把十四听成了四十 难道你们要打他四十 而不是十四吗 那奴才不敢 难道你们几个还要去找华阿玛 问清到底是仗则十四还是四十吗 不敢 太子殿受罪 如果你们放了他 本太子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不然 你们几个连四十和十四 都分不清楚 脑袋可是要保不住了啊 还不走 这 快走啊 走 疼不疼啊 太子爷 奴才 这十来下还是承受得住的 都是为了我 让你受了一次罪 这是奴才应该的 只要皇上不为难太子爷 奴才就是在十几下 奴才 都撑得住 可你是为了我去受的罪呀 奴才其实不疼 奴才 用了你的护臀甲 就你上次被罚用的那个 护臀甲 对啊 那是我的尺寸哪 那我用一下嘛 你 你 司主 我这是在做梦吗 小姐不是在做梦 小姐的愿望实现了 这么多天来 我终于扬你吐气了 小姐坚持下去 等皇上厌烦了年书园 太子自然是小姐您的 我今生都不会娶你 参见太子殿下 我知道年书园被罚 是你向皇阿玛告的命 我会好好记住 你为他做的一切 我告诉你 我只爱年书园一人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伤害他 不然你会后悔的 退下来 爷 您这么做 是不是对贺兰小主 太无情了 无情 我无情 奴才只是觉得 贺兰小主如此爱您 奴 奴才只是觉得 贺兰小主也挺好的 一看你就不懂爱情 奴才六岁进宫 自晋身那天起 奴才就已斩断了七情六欲 更和谈 生出情思 这十几年来 奴才一直在您身边 您就是奴才的亲人 您就是奴才的天 这时间过得真快啊 一眨眼 十几年过去了 这些年你最了解我的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就要早点跟他说清楚 要不然他痛苦一辈子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这是无法勉强的 懂吗 爷 您这么一说 奴才感觉您做得非常对 废话 谁像你那么傻呀 学着点 爷 奴才学着干什么用啊 不 不管了 爷 爷 您慢点 启奏皇上 蒙古巴林部传来消息称 准戈尔部向乌尔滚示好 乌尔滚有接受之意 启奏皇上 福建总督姚启胜 尚书启奏 我大清战舰正在家族建造当中 在此期间 若要长期与台湾周旋 必须要实行禁海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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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目认真 无数难抵失人 本心自问 你爱我有几分 如若一生 却终究白发 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 愿天有人 无奈星辰 拒留一道空门 宫廷有声 绝口不听悔痕 虚度青春 看流年回想 谁今风情 当时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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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清晨 一小清晨 未经许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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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